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食材百变魔法》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海洋之心深海鱼的秘密风味 二冰雪奇缘冰淇淋的变形记 三草原回响羊肉的草本颂歌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海洋之心深海鱼的秘密风味 在深海的幽暗水域中 隐藏着一些世界上最神秘 最令人好奇的生物深海鱼 这些生物不仅拥有着适应极端环境的惊人能力 而且还带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虽然这种风味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的 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深海鱼的秘密风味 以及它们背后的有趣故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 深海鱼的外观可能不是那么讨人喜欢 有的长着巨大无比的嘴巴 有的则是满是尖锐鳞片的身体 还有的眼睛大的惊人 仿佛能看穿人类的灵魂 但正如我们所知 不能仅凭外表来判断一本书的内容 深海鱼的内在美同样值得我们探索 深海鱼的风味并不是指它们的味道 虽然有些勇敢的美食家确实尝试过 而是指它们独特的生存策略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在深海这样黑暗压力巨大 食物稀缺的环境中 深海鱼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 比如一些深海鱼类发展出了生物发光的能力 它们能够在漆黑的深海中发出光芒 吸引猎物或伴侣 这不仅是一种生存技巧 也是深海中最迷人的光影秀之一 想象一下 在深不可测的黑暗海鱼中 突然出现一束束闪烁的光芒 这简直就是自然界中的霓虹灯 另外 深海鱼的饮食习惯也颇具特色 由于深海食物稀缺 它们不得不发展出各种奇特的捕食策略 有的深海鱼拥有超长的触须 用来探测并捕捉经过的猎物 有的则能够张开巨大的嘴巴 一口吞下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猎物 这些独特的捕食方式 无意为深海鱼的秘密风味 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深海鱼的社交生活 虽然深海看似是一个孤独寂寞的世界 但深海鱼之间 其实存在着复杂的互动 比如 通过发光来吸引伴侣的行为 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交方式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 光就是希望 也是连接彼此的桥梁 总之 深海鱼的世界充满了神秘和未知 它们独特的风味 不仅体现在它们的生存策略上 也体现在它们对生命的顽强 和对环境的适应上 下次当我们再次品尝海鲜时 不妨想一想 深海中那些不为人知的生物 以及它们背后的有趣故事 毕竟 每一口海鲜 都是来自深海的一封情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雪奇缘 冰淇淋的变形记 冰淇淋 这个曾经只属于皇室贵族的奢侈品 如今已经成为了大众的甜蜜虫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 但真正的变形记 却是在近现代展开的一场 冰冷又甜蜜的革命 在古代 冰淇淋的前身 更多是由雪货冰混合果汁 蜂蜜等制成的简单甜品 想象一下 在古埃及的炎热夏日 法老王吃着由奴隶 从远处山上运来的雪制成的甜品 那时的冰淇淋 可谓是真正的冰雪奇缘 然而 冰淇淋真正的变形记 开始于16世纪的欧洲 当时 一些聪明的意大利厨师 开始尝试将奶油 糖和果汁混合冷冻 创造出了更接近现代冰淇淋的甜品 这种新奇的甜品 很快就从意大利 传遍了整个欧洲 成为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流行美食 但是 冰淇淋的真正大众化 要归功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 随着制冷技术的发展 冰淇淋的生产和储存变得更加简单和经济 这时 冰淇淋开始从贵族的餐桌 走向大众市场 成为了人人可想的甜蜜 进入20世纪 冰淇淋的变形记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章节 各种各样的冰淇淋品牌和口味 层出不穷 从经典的香草 巧克力 到奇特的辣椒味 芥末味 冰淇淋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 而冰淇淋车 冰淇淋店等 也成为了街头常见的风景 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清凉 如今 冰淇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甜品 它成为了人们共享欢乐 庆祝时刻的象征 从古代的雪冰 混合物到现代的各式冰淇淋 这场持续了数千年的冰雪奇缘 不仅见证了冰淇淋的变形记 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所以 下次当你享受着一球冰凉绵密的冰淇淋时 不妨想想 这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甜品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文化历史 冰淇淋 这个甜蜜的时间旅行者 带着他的变形记 继续在每一个炎热的夏日 为我们带来欢笑和清凉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草原回响 羊肉的草本送歌 在草原的广袤无音之上 有一种声音 历经千年的风霜与雪 始终不绝悦 那就是羊群的咪咪叫声 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羊肉的无尽赞颂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 名为草原回响 羊肉的草本送歌的奇妙旅程 探索羊肉背后的文化 历史和一些令人捧腹的小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羊肉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 占据一席之地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 更因为它背后 承载的是一段段 关于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史诗 想象一下 成群的羊儿 在辽阔的草原上自由奔跑 他们所吃的每一口草 都转化成了肉质中独特的草本香气 这不就是大自然最直接的馈赠吗 说到羊肉的历史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以牧羊为生的古老民族 他们对羊的依赖 远不止于羊肉 还有羊毛 羊奶 甚至是羊皮 可以说 羊几乎是他们生活中的全能明星 有趣的是 这些牧羊民族对羊的爱 几乎到了无羊不成厌的地步 想象一下 在古代的某个草原上 一位牧羊人 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 豪情万丈地说 来 尝尝我们草原的味道 这不就是最早的草原回响吗 而在羊肉的烹饪方法上 更是五花八门 各具特色 有的地方喜欢将羊肉炖得酥烂 仿佛在告诉你 这就是温柔的味道 有的地方则偏爱烤羊肉 那烟熏火燎之间 仿佛能看到古老牧民 围着篝火的欢聚 而提到烤羊肉 就不得不提一个小故事 据说 在古代 有位牧羊人 不小心让羊肉掉进了火堆 本因为美味近毁 谁知道出来一场 竟是别有风味 于是 烤羊肉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不得不说 这也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意外 总之 羊肉不仅仅是一种食物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历史 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 生活方式的象征 每一口羊肉的背后 都是草原的回响 都是对自然最深切的颂歌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羊肉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故事 感受一下那份来自草原的味道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巧克力幻想 甜蜜的黑暗诱惑 在探索人类文明的甜蜜角落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 一位神秘而又诱人的主角 巧克力 这位来自遥远新大陆的贵族 自16世纪以来 就以其独特的魅力 征服了欧洲的舌尖 乃至全世界 今天 让我们一起揭开巧克力幻想 甜蜜的黑暗诱惑的面纱 探索这位甜蜜黑暗使者背后的故事 首先 我们得向那些勇敢的玛雅人致敬 他们不仅是巧克力的原始发现者 而且还是最早的巧克力厨师 想象一下 几千年前的玛雅人 在热带雨林中采摘着可可豆 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步骤 将其转化为一种神圣的饮料 这种饮料 不仅是贵族享用的奢侈品 还被用于宗教仪式中 足见其珍贵 然而 当巧克力首次抵达欧洲时 它并没有立即获得如今的超级明星地位 事实上 最初的巧克力是苦的 而且还带有一种强烈的异国情调 但就像所有伟大的爱情故事一样 经过一番曲折 巧克力最终找到了它的灵魂伴侣 糖 这对黄金搭档的结合 让巧克力的甜蜜黑暗诱惑力量大增 从此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场甜蜜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巧克力的制作工艺不断进步 它的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 从最初的饮料 到巧克力棒 再到如今琳琅满目的巧克力甜点 巧克力几乎成为了全球共通的语言 连接着不同文化和背景的人们 但巧克力的故事 并不仅仅是甜蜜的 在这片甜蜜的黑暗中 也隐藏着一些较为苦涩的现实 比如 可可种植业背后的劳工问题和环境挑战 这些都是 我们在享受巧克力带来的快乐时 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 巧克力除了是一种美食 它还是一种情感的载体 无论是情人节送给心爱的人 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还是在寒冷的冬日里 与家人围坐壁炉旁 享用一杯热巧克力 这些时刻都让巧克力 成为了温暖人心的甜蜜食者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一块巧克力时 不妨想想那些古老的玛雅人 以及那些为我们带来 这份甜蜜的黑暗诱惑的人们 记住 每一口巧克力 都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旅行 一次甜蜜与苦涩共存的探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玉米迷宫 金黄色的谜团解答 在探索人类文化与农业的奇妙交织中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种 既古老又现代的娱乐形式 玉米迷宫 这不仅是一片金黄色的谜团 更是农业智慧与人类寻乐本性的完美结合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 由玉米搭建的迷宫 揭开它的秘密 同时也不忘带上一点幽默感 毕竟 我们是在谈论走势在玉米地里的事情 首先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中 玉米迷宫 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发明 其实 它们的灵感来源 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迷宫和园林设计 不过 古人使用的 可能是石头或灌木 而不是玉米 想象一下 古埃及人如果用玉米 而不是石头建造迷宫 那么历史上的一些伟大逃脱 可能就变成了寻找最近的爆米花滩了 进入现代 玉米迷宫成为了秋季的一大娱乐活动 尤其在北美 这些迷宫 不仅仅是随意种植的玉米 它们是精心设计的艺术品 有些迷宫设计的如此复杂 以至于你可能会怀疑 设计者是不是古代迷宫的守护者转世 或者至少是个有着复杂性问题 偏执狂的园艺师 玉米迷宫的设计通常包含了各种主题 从恐龙到迷人肖像 甚至是政治标语 没错 走在玉米迷宫里 你可能会在思考我是怎么迷路的同时 还能得到一些政治启示 这些迷宫不仅提供了乐趣 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和时代精神 但是 玉米迷宫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设计 它们还是一种农业的展示 提醒我们玉米在许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从古代美洲土著人到现代农场 玉米一直是食物 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在玉米迷宫中 你不仅是在寻找出口 也是在穿越历史 体验从古至今 人类与这种作物的深厚联系 最后 如果你在玉米迷宫中迷路了 别担心 记住 每一根玉米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转弯都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 而且 最糟糕的情况 也不过是最终找到出口时 你可能比进去时多了几斤重 毕竟谁能抵抗得了那些沿途的玉米小吃呢 所以 下次当你站在一个玉米迷宫的入口 准备踏上这段金黄色的冒险时 记得 你不仅仅是在寻找一条出路 你还在体验一个跨越时代的文化传统 和一段关于人类 农业和自然的美妙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空之下 夜晚野餐的浪漫食谱 在浩瀚的星空之下 夜晚野餐 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就餐方式 而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艺术形式 从古至今 人们总是被夜晚的星空所吸引 而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聚会背景 无疑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浪漫 今天 让我们一起探索星空之下 夜晚野餐的浪漫食谱 并以一种专业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分享其中的深入见解和有趣故事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夜晚野餐的第一大挑战是 如何在仅有星光照明的情况下 找到你的食物 而不是不小心亲吻了旁边的刺猬 或者踩到了某种不寝自来的野生动物 因此 选择那些在夜晚也能轻易辨认的食物 变得至关重要 浪漫食谱一 星光照耀下的奶酪拼盘 奶酪拼盘是夜晚野餐的经典之选 想象一下 在星光下一块块精选的奶酪 搭配上葡萄 坚果和蜂蜜 不仅美味 而且在夜色中也相当容易辨认 古人曾说 在星光下品尝奶酪 仿佛与宇宙共鸣 好吧 可能古人没说过这话 但听起来很有诗意 不是吗 浪漫食谱二 月光下的烤串 烤串 无论是肉类还是蔬菜 都是夜晚野餐的完美选择 火光不仅提供了烹饪的热源 同时也为你的夜晚 增添了一份温暖和光亮 古代的人们 在篝火旁分享烤串 可能是最早的夜晚野餐形式 而今天 我们依然可以在星空下 享受这份古老的乐趣 只是请记得 不要让你的烤串成为夜晚小动物的夜宵 浪漫食谱三 星辰下的红酒 红酒与星空 这是一对永恒的浪漫组合 一杯好酒 不仅能增添夜晚的情调 还能让人心情愉悦 更加沉醉于这片星空之下 据说 在古罗马时期 人们就已经在星空下享受葡萄酒 当然 他们可能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选择 但这份浪漫是跨越时空的 结语 夜晚野餐 不仅仅是一顿饭 它是一种体验 一种与自然和宇宙连接的方式 在这样的夜晚 我们不仅享受美食 更享受与亲朋好友的相聚时光 以及那份宁静和浪漫 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想象一下 你的祖先 也许在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 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这不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体验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我们首先探索了深海鱼的秘密风味 发现了它们独特的生存策略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接下来 我们品尝了冰淇淋的变形剂 了解了它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 然后 我们沉浸在羊肉的草本送割中 感受到了羊肉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接着 我们解开了巧克力幻想的甜蜜黑暗诱惑 了解了巧克力的起源和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最后 我们在星空之下享用夜晚野餐 感受了它的浪漫和与大自然的连接 通过这些话题 我们发现 食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味蕾 它还承载着文化 历史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每一种食物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种味道都代表着一种情感和记忆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食物时 不妨想一想它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这些美食的快乐和欢乐 至于你们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深海鱼的秘密风味有什么看法 你们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 你们对羊肉的草本送歌有什么想法 你们最喜欢的巧克力是什么品牌 你们对夜晚野餐有什么特别的回忆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乐趣和美好时光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